北京蓄意纵容P2P暴雷中国巨变,在极各级政府麻木,9日外媒评论,趁从长周期看今年,将成为中国的转折点,社会巨变,正以清水煮青蛙式进行。 除非有体制性的改变多位时评人士,表示P2P暴雷,之所以会越演越烈,根本不是经济本身的规律,而是当局蓄意纵容甚至串通导致的恶果。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9日发文,表示从长周期看今年将成为中国的转折点,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挑战社会巨变,正以清水煮青蛙式进行,而中共各级政府对此集体出现体制性麻木,目前可以明显感觉巨变正在孕育中。 比如不久前假疫苗事件,让大陆社会,对当局的信任降到冰点,而当不分立场的民众其声指责当局,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再有时。 这就很可怕,从政治学角度看,这代表一个政府,失去合法性在巨变前夜。 另一方面是中共领导极划和权力高度垄断,造成政府体制内维权势瞻,作等上令,让各级政府对社会躁动情绪,失去感知和响应能力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文章还说,以疫苗风波未立即使事件已引发舆论激烈反应,相关地方政府却仍无动于衷,一定要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才开始重视,并将此作为对领导的表中,如此不断的重复和循环,会抽干体制的活力变化。 也就悄然来临而中美贸易战也可能引发社会裂变,未来更多金额的商品开征关税对中国就业,物价和金融的影响,绝非目前的340亿美元商品关税可比您很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后果文章。 最后强调,无论当局的应对是否有效,可以确定的是大陆社会人心已发生根本变化,整体造动已经出现除非体制有大的改动否则巨变必将发生。 中共与P2P平台相互勾结本星期,中国近万名因为在网贷平台P2P投资而血本无归的投资人计划,在北京发动大规模维权活动, 但是遭到警方四处围追堵截,导致抗议活动拍死腹中据目击者描述,当局在北京金融区排列了120多辆大巴,而且在旅馆和公共交通工具清查维权人士,阻止他们采取行动。 曾经一度被中共官方大力推广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频频出现暴雷现象,政府为何不追查犯事, 仍反而下大力稳稳受害者从毒奶粉、假疫苗到P2P平台中国社会,信用缺失, 那根源和在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讲员小民先生在美国之音表示, 中共向来善于吸取危机统治的反面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事实上P2P暴雷之所以会越演越烈,根本不是经济本身的规律, 而是政府蓄意纵容甚至串通导致的恶果。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政府监控一个公司比监控一名受害者要容易得多。 在税务方面,中共一直拒绝采用国际,标准监控个人税收, 而在P2P问题,尚却反其道而行之对个人严加监控,这难道不奇怪吗? 虽然我们没有具体证据来证明中共与P2P平台相互勾结, 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共当局一开始就在制度层面上,放弃监控2015年银监会等四部委便出台了一个, 所谓的P2P管理暂行办法,其总原则,是以市场自律为主行政监管为辅, 这等于公开告诉诈骗机构,能骗多少是他们的运气政府不干涉陈破空, 官方放任P2P做大作家,独立政论人士陈破空对美国之音说, 本次北京警方几乎全程借人出动全部警力来对投资者为追堵截, 大陆上部署上百警力,小路上,过十大小路口全部封锁, 北京之外则是海陆空封锁,包括取消上海到北京的航班等等, 杭州体育场更是用来看住数十万计的金融维权人士, 本次维权人数之多和时机之敏感,都是前所未有的受害者可能几千万甚至上亿, 而上访到北京的人数不祥认为, 8月6号的事件还没有完结, 陈破空表示,为追堵截这个词汇中共历史上过去共使用过两次, 一次是国共内战时的早期国民党对共产党和后来的共产党打国民党八十九六十四十七军, 对围堵抗议者是第二次, 现在再次使用则是第三次给人感觉, 就是中国再次面临内战边缘赞助商链接赞助, 商链接陈破空认为在中国经济维权市场庞大远远大于政治维权, 无论是卡车司机维权,吊车司机维权,还是假疫苗维权, 到本次P2P进入到高峰,经济维权应该还没有结束, 如果说本次事件是政府不作为言之太轻, 其实是政府故意不监管甚至故意制造了这场最大的庞氏骗局, P2P自始至终都有官府参与, 是官府明巧立明目喜结明才, 是一场阴谋P2P出现在2007年、2012年达到高峰, 一路都获得官商背景的北书早期有官媒推广广告到处都是让民众上当受骗, 中期则是政府任其发展故意, 不管而监管受害者,则是无比有利甚至把他们当作为稳对象和黑恶势力, 后期出示则是进一步不作为公安街道报案, 不行动政府为让商人跑路故意放风, 林监会主席郭树青曾说过, 如果你的投资利息被许诺, 可以在10%以上要准备好拿不到本金, 政府通过把P2P定性非法之后, 便可以没收资金填充国库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